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跨越吴省 天罗地网之下 漏网之余还能消耗多久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抓捕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2011年6月30号 历经四年追捕 被公安部A级通缉令所通缉的再逃犯罪嫌疑人宋涛在沈阳落网 公安部的通缉令分为A B两个等级 A级适用于情况紧急 案情重大或者突发恶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那这个宋涛是个什么人 他犯下的又是什么案呢 应该说从法案到现在 我们多次前往北京 全国各地上 包括山东 吉里 走的应该说是几万公里没有问题 他是一个非常狡猾这么一个犯罪分子 应该说是我参加工作来遇到成长的一个对手 高洪飞 43岁 沈阳市公安局 于洪分局 刑警大队 镇控队的队长 他与宋涛交手的第一个回合 是关于沈阳市某小区里所停着的一辆奇怪的车 这辆车开进小区的时候 是在2007年夏天的一个夜半时分 两个年轻人停下车就消失在了夜色里 看到的人并没有特别在意 只是在一个星期以后 这辆停下就没动过的车才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民警确认小区里并没有这辆金牌本田雅国轿车的主人 那么这辆黑色的轿车不是谁的呢 他又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呢 经过检查该车的驾驶位置的门把手有被敲动痕迹 所以说就怀疑这个车辆有问题 当我们把这个车牌号输入到盗墙网当中 我们意外发现这台车确确实实是在一周前 北京通州区被盗的一台广州本田车 按照常理推断 倒抢这辆车的人应该不会一走了之 要把脏车卖掉变现 他应该还会回到这里 民警决定用敦守的方式 静候犯罪嫌疑人的到来 灯光照明 几乎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 我们要求侦察员绝对不允许 把这个车注意发动状态 你半夜了 你车在打着火 这驱车人 你这肯定是要发现 那么贩子嫌疑人是什么样呢 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呢 这还都无法掌握 如果贩子嫌疑人来驱车 发动的车辆便极难控制 所以侦察员想出了一场 我们就把前后各一个轮台 这样子能避免他的车辆方便移动 也给我们提供点抓捕的时间 就在当天早上 7点钟 10点 突然发现两天难 感觉对这个车非常敏感 顶紧点 注意它来 最小的应该在它混在一段时间 我说 最小的就慢慢靠近 侦察员把这两名贩子嫌疑人 带回了刑警大队进行审讯 一个人叫黄志勇 河北省搏头人 另一个是陆长毅 是吉林省严吉人 这什么东西 他要做什么用呢 输入密码倒出 这是什么 万能钥匙 万能钥匙 怎么解释万能钥匙 新链 是不是说 所有盗车都用这把钥匙 对 我20年来还第一次抓到 这么一个犯罪嫌疑人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对这个案子 非常的感兴趣 就非要把这个案子搞得 明明白白水落水落水落 我们像学生一样 仔细听 仔细询问 样方这种 讲述 你怎么样倒车 怎么样倒车成功 这个倒车的原理是神 高鸿飞 以前参与侦破过多起倒车案 但是用解码器来倒车的方法 他还是比较陌生的 经过对贩子嫌疑人的细致审讯 他才得以了解作案的细节 这个钥匙和咱们理解 就正好 整那本田车钥匙 是一个道理 这里头含的这个电脑的芯片 然后呢 你不外力作用 已经打到开火的位置吗 这时候放车证 放车那以后 马上就开始使用解码器了 输入成功以后 这个本田车防盗灯灭了 这时候你这芯片钥匙 就跟正常的本车原钥匙 一个拱票 开车就走 整个过程 历时最快的一分钟 酒店布控 抓捕犯罪嫌疑人 一人漏网 驾车疯狂 他的道路比我们狐狸 抓了几个胡同之后 我们就没找到的 谁是豪哥 警方化妆侦查 你看一下这里边 哪个字里说那个豪哥 抓捕 今天说法继续播出 据黄志勇和陆长义交代 这辆车是一周以前 他们在北京市通州区偷的 指挥他们干活的那个人叫豪哥 豪哥的本名叫宋涛 豪哥让他们得手以后 把车直接开回延吉 他们就沿着精神高速往回开 开到沈阳的时候 害怕遇到陆简 就下了高速 把车停在路边的这个小区里 这一次他们是专门从延吉赶回沈阳 来开这辆车的 警方从他们两个随身的物品当中搜出 很多张前一天晚上从延吉 来到沈阳的火车票 高鸿飞由此认定 这回来沈阳的不止他们两个人 肯定还有其他同伙 距离这家宾馆只有15分钟车上 取车一来一回只需要半个小时 现在的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 您稍等一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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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等你我可以 可以 听说要找的人刚刚走了 高鸿飞非常沉丧 但服务员接下来的一句话 又让他们来的精神 他们的形状还在这儿呢 这次他的形状 对对对 他们寄存的形状还在这儿呢 你得 在这个位置 看着这个箱子 完了 你跟我上楼 我看 通过入住时的监控录像 高鸿飞看清了几个泛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随即便在酒店里安排了顿手 来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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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们一起来的 一起来的 那林响的吗 那个响的 然后这女的也是跟他们一块的 有一个叫陈骆成 广东人 李中林 陕西人 秦峰玉 广西省人 还有高岩生 吉林严迪四人 刚 唱好了 四人 一两 就在这个房间里 负责监视 这个 回来的人 然后注意和这个 监控录像 这个 咱们 先看到那个录像资料 注意比对 发现嫌疑人 马上抓 半个多小时的蹲守 没有落空 犯罪嫌疑人 回来了 侦察员在酒店 一共抓到了两男一女 他们分别是陈骆成 李中林和他的女朋友 那个叫高延生的 怎么没有出现 那么他去哪了呢 落网的两名男子交代 高延生 刚刚跟他们分手 高延生已经开着 另一辆偷来的 已经改过号牌的 广本轿车 驶向了 回延吉的高速公路 警方立刻安排了围堵 高速公路接口 这个位置 突然发现了一个 基案去开头的 黑色本轿轿车 就是延吉 新高原男子驾驶 拦在前 设断前面 后边的车 马上跟进 把后路也堵死 已经无路可走 往前走不了 往后退 退不了 就是在这种 这个家 永远是 假大动门 见证 车开废话 抓捕捕穷追不舍 一路追到了远吉 在高延生住处的楼下 再次一把短兵相接 那个小区不是像 我们现在这种 重历式小区 它是开放式的 没想到的是 它直接就把四个车门落索 我们上去拽车门 没有拽开 它那个本田跑得太快 而且在延吉 它的道路比我们熟悉 抓了几个胡同之后 我们就没找到它 高延生开的轮胎 已经被放弃的轿车 再一次逃脱了 再也没有回到过去 你叫什么名 李东林 知道什么事把你车到保安机馆吗 知道 什么事 更改车码 你和陈东城是什么分工的 小陈负责更改发动机码 以及车架码 我提供套牌的信息 改码是什么概念 就是把这个 发动机号 车架号 等等的这些车辆痕迹 原有的痕迹 全部去掉 再把这个所谓 套用的这些信息 重新 在这车上 你们之前是怎么联系的 都是轻松的 有活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轻松的 当然我们说 改好每辆车 给我们五千块 因为 我们给他改完车以后 他的钱还没有给我们解 所以 我和小陈还要 还要在这里等一等 就跟我说 情况不对 有点反常 他说我们应该换个宾馆 于是我们就 离开了宾馆 换到另一家 从在小区里动手的 那一刻开始 已经连续抓换了 五个倒车贼 这五个人的口中 都出现了这个人 豪哥 姓宋的 宋涛 偷车 是他指挥去偷 改码 是他派人来改 那么这个豪哥宋涛 他在哪儿 他是谁呢 整个这个团伙 由黄志勇 负责 倒车 盗窃得手以后 李东林 还有这个 陈洛成 到达子宾地点 他们两个人 专门负责 对这个 到来的张车 进行改码 改码成功以后 高院长 将改码 成功的车辆 运送到子宾地点 按照他们之间交代上 彼此互相都不认识 只有通过豪哥 按照豪哥的旨意 怎么办 所有 这个 包括 倒车选定目标 包括 他这个 校长 包括 负责找改码 均由 这个豪哥 这个负责指挥 负责安排 到这个时候 高红飞第一次明白了 他真正的对手 就是豪哥 也就是宋涛 宋涛 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人 他为什么叫豪哥呢 据陆长义交代 因为宋涛曾经使用过 宋子豪这样的名字 宋子豪叫的多了 就取了最后一个字 大伙都管他叫豪哥 根据宋涛的大致年龄 侦察员们 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的人口信息系统里 找到了这个人 你看一下这里边 哪个字你说那个豪哥 这个是 这个啊 对 就是那个 就是他 一字确认 就是1971年 5月15日出生 延边自治州河农寺 投到真的 这个宋涛 就是他们的豪哥 这是高鸿飞第一次与宋涛面对面 照片上的这个人身居幕后 操纵着的却是一个其盗改销为一体的倒车犯罪团伙 我记得他们有一个时间段 盗窃的这个频率 直大 是我以前说的 从来没听过过 他们在短短的 42天内 疯狂盗窃出案 21起 在这个团伙中 宋涛是首恶 宋涛必须被绳之以法 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我举几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入住同一家宾馆的时候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了 然后他这个同案 比如说黄志勇和陆长一 想到他房间敲门 结果开门 也是找不到宋涛 结果就是打电话 打电话 每次不同 只有等到最后 不一定什么时间段 宋涛就打了电话了 或者是向你们下楼 或者是向你们把车开走 等等 宋涛做每一件事 都是双保险 或者是三保险 户记地盘所反映 宋涛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 现在与一个叫赵好房的人 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小女孩 户记地派出所并不知道 宋涛现在的常住地是哪 侦察员又找到了宋涛的亲属 了解到宋涛的父母早已去世 只有哥哥姐姐在 他们说宋涛很久 没有跟家里联系过了 他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 在户记地的司法机关 侦察员们还了解到 宋涛过去就因盗窃汽车 服过刑 通过这个判决书上显示 在2002年宋涛就认为盗窃汽车 被这个吉林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并于这个2003年被判有期徒刑 四年半 根据这个监狱提供这个信息一看 就是他服刑两年半以后 就被提前释放 顺着这条线索 侦察员此后又找到了宋涛从前的御友 从御友那里获得了一些关于宋涛的重要线索 通过他的御友也了解到这个人平时生活非常谨慎 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固定居住的时间过程 基本上算是流动人口的 从前的御友说 他们知道宋涛有一个住所是在北京市的通州区 那里住着宋涛的妻子和女儿 他肯定会常去的 沈阳警方立刻火速赶往北京通州谋校区 外围布控发现了一个敏感的车牌号码 一个电话暴露出宋涛的行踪 几声狗叫却让抓捕功费一归 抓捕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发现在二单元八楼住了一个登记名字为赵好方的 吉林严谨石人的这样一个信息 但是这个赵好方丈夫的名字却写着宋昆哲 这个事我们事先说没有掌握的是一个事 我们把这个宋昆哲这个信息返回到指挥部 又对这些所有遗传或者方面嫌人进行重新的审论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宋昆哲是宋涛的曾经使用的一个名字 小区的物业人员告诉侦察员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家的男主人 对这户人家的人员组成并不了解 侦察员决定乔装成物业工作人员进屋去打探一下 如果宋昆哲在我我们就不许一切 要把他抓捕 捉捉位 当时为了以防万一 在上下楼的楼梯间里都布置了警力 宋涛如果真的在家里 警方可以迅速增援 侦察员发现宋涛并不敢动 经过辨认 屋里的这个女人正是宋涛的妻子赵好方 侦察员考虑到在屋内待久可能会被识破 因此先行撤了出来 随后他们在小区的宝湾室 门卫和地下车库进行了外围监控 而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里 一个让侦察员非常敏感的车牌号码出现了 那是一辆车牌号为GH打头的 黑色广州本田雅阁轿车 查了一下车牌号确认这台车 是一台套点车辆 要跟分析很有可能就是801的宋涛 直到这个地下车库 在小区物业的配合下 警方把能拍到801室和地下车库的所有探头 全部集中监控起来 侦察员看到 从开始蹲守的当天晚上 宋涛的妻子赵好方先后六次下楼 其中三次是乘电梯 直接来到地下一层车库的 到这台本田车 车前看了一眼 转了一圈 转身又回到801室 这样重复动作有三次 所以就坚信我们事先分析的那个观点 那么这台车就是801室 存放到地下车库的 他们俩只有外星 而另外三次宋涛的妻子则抱着孩子 走出了小区 来到附近的一家超市里 到公共电话 只有不到300米的路上 但是赵好方走路 每走15米20米 就要原地做一个360度的 转动一轴 赵好方去了超市 什么也不买 直接奔着公共电话去 赵好方的身上家里连个手机都没有 非得去超市 打公用电话 高洪飞随后询问了超市的工作人员 也没问清楚 赵好方是跟谁在通电话 讲的什么内容 但是有一个细节 让高洪飞认定 对方肯定就是宋涛 除了宋涛妻子的这六四出门 当晚就再也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情况 到了第二天一早 负责监控地下车库的侦察员 突然发现 在那辆黑色的广本轿车旁边 赵好方领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出现了 发现赵好方带孩子 还有另一个女人 已经出现在车边上了 电话当中通过监控反映 说其中一个女人 女子马 已经上到车上 驾驶位置上了 车马上就开动 注意安全 走 走 证查员立即将宋涛的妻子 和那另外一个女人扣留了下来 在宋涛妻子的房内 他们搜出了三部手机 但是面对警察的询问 他一言不发 而那个女司机则很快地 向警方交代了他所做的这一切 经过审查呢 驾驶人叫魏力 是宋涛的老乡 同时他们有一定的亲属关系 魏力是受宋涛的委托 到他的地下车库 把车取到这个魏力 自己家住的那个小区 就在问话期间 魏力表现得非常着急 他向侦察员解释说 宋涛一会儿就要给他家打电话了 侦察员立刻带着魏力回了他的家 去他家的车上和魏力沟通 交叉如稳 宋涛来电话你怎么回答 要尽量平凡 不要引起宋涛 注意警觉 我觉得我在魏力在开门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听见 屋里就坐起电话 铃声就响了 响了以后呢 这个魏力 故意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 接听电话 就简单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 我家里怎么样啊 应该 我媳妇怎么样 孩子怎么样 当个魏力回答 还是 我认为还是没有什么漏洞 家里挺好 你看你姑娘长得很漂亮 你还挺懂事的 我告诉他 叫姐姐 站在电话机不远处的高鸿飞 异常的兴奋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了宋涛的声音 以闻其声 必见其人 他已经有了取胜的把握 他这个口音呢 东北画面问题了 因为我是东北人 让人听得出来 但是多少带一点点 那个惊强 侦察员第一时间 把电话机上显示的来电号码 记录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发生了让侦察员万万想不到的事情 突然就问 这个 威力 你家是不是 来外人了 为什么你家这狗叫不停呢 你家来人了 你把电话挂断吗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来 宋涛是我这个遇到的 算是一个对手 因为宋涛这个反侦察能力 应该说是超强 在这个回合里 宋涛就这样脱钩了 高鸿飞将北京侦察的进展 和意外情况 汇报给了沈阳市局的指挥部 通过号码查询 打去北京的电话 是一部辽宁安山市市区的公用电话 警方能做的是 在这部公用电话的周围 悄悄开始了排查和监控 而仍在北京的高鸿飞和同事们 仍在寻找可能存在的 宋涛的蛛丝马迹 他们把小区里地下车库以前的录像 仔仔细细的过了一遍 突然高鸿飞眼前一亮 就是在半月前 地下车库 通过视频资料显示 开进来一台白色的电线车 GH开车 接车人又恰巧是照好房 两个人一同带着孩子 进到电池梯里头 刚才说 听的声 这回看烧假 我们当时就认为 这个人 就是宋涛 录像上 在三口人见面后40分钟 宋涛又开着白色的广本车 离开了车库 宋涛 你在半月前 你回到过这个80公司 我们又把这个信息传给在安山工作里 就回过 意外的是 安山的侦察员居然在布控的范围内就找到了这辆白色的相同号码的本田轿车 因此高红飞完全又把握了 这个回合宋涛跑不了了 车上也有了 图像也有了 车也发现了 我们这个是首度带速的话 就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一会儿那个宋涛过来求车 求车过来 千万不能让宋涛技术驾驶室 确保我意思 以前都刺不过这个魂 抓高级的事 两次 他都把中央锁给控制了 以后我们拽不开车门 结果让人跑掉 这个事 我们都涨这方面的 这个建设 所以说 动作非常快 共了大约在两半小时以后 在这个白色本田轿车的 左前方 走过来一个中年男子 从这个体貌特上看 体貌特上看 我们断定 初步断定 这个人就应该是宋涛 来了来了 准备动手 好 宋涛被列为A级载逃人员 公安部发布通缉令 抓到了 那次大家常做一标识 被抓到那时候 永远拿着手 跟我们挖着腰子住 打击有毒洞牙 却发现了宋涛的踪迹 第一个 从这个北一路这个抓部组 去一伙 去一部分同志 第二个 在这个 那个 那个 留一部分 留一部分从这尊手 四年逃亡 宋涛能否落网 抓捕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从前面掌握的线索来看 宋涛的声音 宋涛的妻子和孩子的影像 宋涛的白色广本轿车 所有这些信息拼凑起来 让大家都觉得 这回抓捕的对象 肯定就是宋涛本人 现场的侦察员和后赶来的领导 大家心情都很激动 总算把宋涛 挤拿归案了 可等把这个人带回局里一审 所有的人都心头一凉 谁都以为这就是宋涛了 但审讯时才确认 此人名叫王立成 这个王立成说 他的确是要跟宋涛一起开车出去的 只不过宋涛是跟在后面 让他先来发动车 王立成交代 自打黄志勇他们四人被警方抓捕之后 宋涛一直跟他在一起 王立成的外貌特征 跟宋涛很相像 他去北京开回那辆偷到手的白色轿车时 被警方误认为是宋涛了 至于宋涛也本想回北京 看看他的妻子儿女 结果中途给北京打过一个电话 之后便改变主意 不去了 而近一段时间 宋涛住处一天一会 出门小心翼 他每做任何一件事 都要形成一种双保险态势 都是让手下的马仔去打前站 做自己的挡箭牌 一旦出事 自己就退路 那次是我们近几年来抓捕宋涛的 和宋涛记录最近的一次 还是让宋涛逃掉 这一次在安山 高鸿飞与宋涛可以说是失之交臂 当时唯一能让抓捕组高兴一点的事情 就是那个一再逃脱的高延生 终于落网了 我们接到延局市公安局 出境管理处电话 通知我们抓到了我们立陶的高延生 随着高延生的盗案 宋涛倒车团伙的骨干都已经落网了 而唯独首额宋涛仍然逍遥返外 通过审讯逐渐查明 这个团伙在一年之内 就盗窃广州本田雅各轿车60余辆 涉案金额达到1000余万元 作案地点涉及北京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河南 山东 等十多个城市 我以前说从来没经历过这么一个系列案件 我们把这个在逃的宋涛承诺到公安部 被公安部立为公安部A级逃犯 从2007年3月15日开始 宋涛被列为公安部A级通缉令 所通缉的再逃犯罪嫌疑人 A级通缉令 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级别最高的通缉令 主要适用于追捕情况紧急 案情重大 或者突发恶性案件当中的再逃犯罪嫌疑人 那么这个宋涛还会逍遥法外多久呢 应该说从法案到现在 我们多次前往北京 来全国各地方 包括山东吉里 走了 应该说是几万公里没有问题 我们从没放弃 这个封号相关的案件线 和有关系统的搜集 在侦察员的工作日志中 宋涛的名下依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年以来 宋涛的再逃 几乎已经成了沈阳刑警的一块心病 提到宋涛这个人 可以这么说 在我们用分于每个民警当中 都贯团育儿了 熟悉于心的印象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这次侵犯行动中 宋涛是我们辽女省 唯一的一名 公安部AE逃犯 我们侦察员 在那个脑海和那个印象当中 甚至把宋涛 比那个洗盘的印象 都在自己脑海上 甚至都深 2011年的6月底 沈阳市公安局开始了 整治食品药品市场的安全大检查 一周之内 沈阳警方破掉了一个 明镇狭咬的毒豆芽答案 端掉了多个毒豆芽的加工窝点 赢得了市民的赞许 不用药 根本就吃不了 吃不到豆芽 是你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也吃的 就是用毒豆芽 用毒豆芽整个人 当年曾经在安山参与追捕 宋涛的刑警刘广 现在是沈阳市公安局 余虹分局 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的队长 6月30日 他在一家食品厂进行检查时 意外的获得了关于宋涛的消息 在检查的过程中 企业的负责人许飞接受问询 在与许飞的谈话中 刘广了解到 许飞的户籍地 是吉林省延边自治州的河龙市 刘广立即想起了 那个烂熟于心的名字 宋涛 宋涛的户籍地 正是延边河龙 你一切是宋涛吗 宋涛 最近有没有 没有 我们五六年没联系 我们现在把一个情况 07年他因为盗窃 已经现在被列为 公安部的AE讨犯了 知道他有什么情况 他在通通报线的这种情况下 可能要构成包庇败败 希望你不要有这个事 就签了这个 出发法略 对 包庇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他的表情有些异常 而且还有一些 犹豫的那个表情 在里面 当刘广刚刚离开 食品厂不到一个小时 许飞就打来了电话 他说 有重要的情况要反映 他说 在你们走后不久 宋涛刚刚跟我通了一个电话 约我在下午一点钟 在沈阳寺铁区北一路的万达广场见面 许飞说 宋涛再逃的这几年 是躲在外地 以宋立文的名字 做起了食品生意 宋涛和许飞从小就是朋友 许飞开的就是食品厂 宋涛这次回来 是来叙旧情 也是来联系进货的 来来来 我再坐一坐 刚才在上得到个信息 这个信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信息呢 就是直接抓捕宋涛的最可靠的信息 第一个 从这个北一路这个抓捕主 去一会儿 去一部分通知 第二个呢 在这个 那个 银行这个部分 留一部分 留一部分通知遵守 一旦他到银行 他那边取权的时候 这这边司机抓捕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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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站 你们这边坐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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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为了不被宋涛察觉 侦察员租了一辆出租车 远远的跟在许飞的车后 喂 跟着呢 跟着呢 你走吧 好好好 你别别为张 正常行事你 我们跟在他的车后 感觉到 虚传的车辆走走停停 而且 不是按正常路线行驶 能看到他车吗 能 有的时候是逆行 有的时候是走阴行道 感觉他们在变换地点 就改变这个地方了 继续跟着他 好 行 行 看边里面 那个马队你先下去 再下去 这边捆着他点 因为这个马蜂筒子 他的体型比较瘦小 而且还带着一个镜子 感觉到才挺稳定的 跟那个 群众虎虎相似的 走走走走 我们正常走吧 走吧 站在前面调过来 好 好了 好 正常调 正常调过了 我接上头了 看到 看到吗 好 完全开 慢慢滑行 走走走 好好好 走走走 靠去靠去 对对对 好好好 行行 好 走 快快走 快走 他为什么叫豪哥 逃亡的日子如何 我想见我孩子的时候 肯定是直接把他都报道 面对现实 他又有何话说 抓捕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至此 在逃四年半的 公安部A级通缉犯罪嫌疑人 宋涛 终于落入了罚网 他是我们沈阳战区 最重要的一个逃犯 我们就一个AD逃犯 抓到他是一种标志 没有好干的工作 但没有干不好的工作 没有抓不到的逃犯 坚定信心 去抓每一个逃犯 我相信 我们的工作都可以干好 我们的逃犯 也一定都能把他抓回来 到外的宋涛说 他自己也记不清 到底偷了多少辆车 卖得了多少赃款 北京做了多少 山东做了多少 渭海做了多少 青岛做了多少 你这一个一个城市 他离不开 你离不开 我以前就数过 我跑的时候 我就数过 我就数过 好像不到20台车 所以你搭上我的东西 他有 你不到20台车 都在哪 这会儿小艺 就那个陆长艺 他开 被言及的也有 你说我们放到沈阳 那还有 我放到北京 那还有 我曼西岁 那还有 几年在外逃亡的宋涛 断绝了跟所有家里人的联系 你去几年 在外逃亡日子 都跟这边结合了 跟谁都没有 我想见我孩子的时候 肯定是直接把孩子抱走 我就不会得了 那么险 我会因为有极端事故 把孩子带走 笑死 很久的想法 想法 但是 没能力 没得了 没长得走 没长得走 就是没有 好的机会 养孩子 宋涛在外 逃亡长达四年 他对自己的反侦查能力 非常得意 因为我那时候 电话正常 反 常很难找到 对什么 电话 因为那时候 做这个 经常翻电话 也正常 你完全 主要什么电话 两步 两步 为了 就是我自己人 联系 然后跟外面 联系 也经常换号 就是说 你刚刚看 包被打完 基本上就不用了 接着一换 当初跟魏力通话时 他一下就听出了问题 听见手教 也确定会有人在 警察 后来在安山 王立成 被寻 宋涛此前 也有不祥的直觉 王立成 被寻之后 宋涛 逃上了一辆 长途大巴车 逃往了 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广西 在广西 宋涛没敢再偷车 靠做小生意 过起了日子 有的时候 在中国弄表 都拿到越南去 有的时候 在越南弄表 都拿过来 然后这些生意 设计 这个小食品 我在沈亚守方 就做小食品 然后上台去 经过 有没有想到 这次会被 进化炸了 有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 就感觉到说 是因为我被抓 就除非我回来 你觉得今天 总要被换过的话 应该怪谁 怪自己的怪谁 怪自己的 谢谢你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到的嘉宾 是公安部警务督察局的 王志刚副局长 欢迎王副局长 王局长 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 像公安部的A级逃犯 这种级别 都是杀人 放火 投毒 贩毒 这种性质 特别恶劣的 这些犯罪嫌疑人 像宋涛这样的盗车贼 为什么也能被列为 A级逃犯 第一个 就是从公共安全感来说 第二个 就是从 关注民生的角度来考虑 第三个 是从他作案的轨迹来讲 他不光在沈阳 还在全国多个城市来作案 这样由公安部发布通缉令 全国通缉 可能对抓获的更有效 第四个来讲 那么就是说 宋涛不是一个小毛贼 你现在认定的这60多辆车 盗窃数额也是巨大 也上千万了 据我们记者了解 宋涛是公安部开展 轻网行动以来 第一个落网的A级通缉犯 轻网行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 轻网行动 全称叫全国公安机关 网上追逃 专项读查 轻网行动 这个时间 是从今年的5月26号 到明年的6月底 一年 所谓轻网行动 就是对我们 现在网上再测的逃犯信息 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 目前沈阳市公安局 抓获了大概2000名逃犯 80年的时间 应该说 在全国城市公安机关里 它是领先的 应该说 不光在轻网行动中 在各项公安工作 公安队伍建设方面 沈阳市公安局 都是我们全国警察中 一直非常优秀的队伍 而且这次 在轻网行动中 也充分证明了他们的战斗力 为此 我们孟建筑部长 特意签翻了假奖令 表达他们 宋涛曾经说过 公安要想抓到我很难 不过今天的案例 以事实证明了 就像沈阳市公安局 许文有局长说的 没有抓不到的逃犯 我们也想以今天的节目 来警示电视机前 那些复案在逃 被通缉的人员 希望你们能够 尽早的向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早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感谢王副局 参与我们杨博士的讨论 好 谢谢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